超冷饭在影视圈并不算罕见 这段时间一大批网友开始重温如意传 不仅针对主角的演技进行了新轮审判 而且还化身找茬专家反复抠细节 没想到越拔越有料 从前观众心中 魏彦婉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派角色 她从小小宫女一路上位至皇贵妃 使尽心机手段 如意和皇帝离心就有她的手臂 这样的角色注定不讨喜 戏内魏彦婉被网友口服出笔罚 戏外扮演者李纯遭遇网暴 长时间处于被围攻的状态 时过境迁 六年之后再看这部剧 魏彦婉的口碑发生了两极反转 从前观众对她深恶痛绝 现在自发为其平反 摘取魏彦婉身上不择手段的标签 转而夸她是奇迹亡亡 顶着后宫众人的冷眼与嘲讽引难而上 硬着头皮啃下一窍不通的舞蹈 昆曲射箭等技艺 拼命为自己在深宫之中争取一席之地 魏彦婉从一无所有的小宫女 到成长为全亲六宫的皇贵妃 说是励志大女主一点都不过分 相比于开局及巅峰的如意 魏彦婉粗力却充满真实感的人生 得到了更多共鸣 可以想象的是 假如如意传能够在最近几年播出 李纯说不定能凭借 魏彦婉一决直接升卡 如意那样自带buff的角色毕竟是少数 而且很多时候 她并不能真正共情 工人极酷 难免会站着说话 不腰疼 普通人很难带入其中视角 而魏彦婉更像是通过一己之力 逆天改命的打工人 前妻 她在宫中任人宰割 谁都可以辱骂她 责罚她 有苦说不出的心酸 无人在意 直到后来彻底醒悟 开始为自己筹谋出路 魏彦婉的人生 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转机 切换到现实中 这不就是职场中 屡遭霸凌的小透明 在忍无可忍后 开启了绝地反击嘛 比起出场就开挂的悬浮人设 当代观众更爱看魏彦婉这种 依靠野心 与谋略实现目标的理智人设 当初观众有多恨魏彦婉 现在就多不待见如意 回看剧情 如意曾借口为公主祈福 将工人赏赐以律减半 苛扣接身姥姥赏钱 一直画柄说要救魏彦婉 然而五年过去没有半点动静 最后魏彦婉为自保上位 如意还要站在岛的高地 来一句有何苦衷 有点何不识肉米内味了 李纯作为一名演员 从一至今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李纯 大家有了解多少呢 1988年 李纯在一个有爱的公兴家庭 古瓜落地 小的时候长得黑黑瘦瘦的 却掩饰不住她的可爱漂亮 妈妈希望女儿走出五湖 不要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地方 于是李纯十岁那年 父母就带着李纯 报考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在学校严格的考核下 李纯还是幸运地成为 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学生 那时候李纯的父母虽然狠心 把那么小的李纯送到遥远的北京 但是他们心里其实是非常舍不得的 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坐 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去学校看她一次 从五湖到北京 坐到腿都中了 李纯在舞蹈学院一待就是七年 那时候进团当个舞蹈演员 就是她唯一的目标 17岁那年 李纯来到上海芭蕾舞团 成为了一个舞蹈演员 然而舞蹈生涯很短 只有二十几岁的那几年 这种一眼就望到头的路 不是她想要的 在芭蕾舞团三年之后 她决定离开 辞职之后 她就回家复习文化课 准备考大学 2009年 21岁的李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当年 电影学院招考的老师是黄磊 黄磊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 对她印象都不错 李纯很意外地被北京电影学院 表演系录取了 在电影学院的第一年 张艺谋导演向李纯伸出了橄榄枝 邀请她参演自己的新电影 《精灵十三拆》 李纯只犹豫了片刻 便接受了这个挑战 从此 李纯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 从一名舞者转变为一名演员 2011年 《精灵十三拆》就正式开拍了 李纯荣幸地成为 某女郎 这不但是对演员的认可 也是一个演员快速发展的绝好时机 可以说 李纯的发展起点是非常高的 但一手好牌 却差点在李纯的手里被打坏了 2014年 陈思成和佟丽娅刚举行婚礼 没多久 娱乐圈第一狗仔 卓尾就拍到陈思成 与某女一同出入的照片 照片中的女子春春粉红色卫衣戴着一副眼镜 在陈思成的保护之下走出大门 经确认此女子就是女春 陈思成和李纯的互动中有很明显的肢体接触 夫人也很明显 为此陈思成与李纯的绯闻流出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后来陈思成曾发文 一撕这根本不算什么大的事 吃瓜群众还是散了吧 佟丽娅也实力护肤 狮子女育夫有高招 吃饭见人必报告 送人我知道 但夫人还是剁手的 毕竟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发生了什么 既然陈思成公开澄清了 佟丽娅也选择相信自己的老公 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其实 现实中的李纯 人如其名 活得纯粹而简单 她不只通过出色的演技 证明了自己 也收获了不少直男的青睐 三世出头的李纯 迎来了美好的恋情 2023年1月 媒体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歌手马甸与演员李纯 在机场亲密的视频 两人一丝恋情曝光 两人结束工作后便一同返金 而且现场其他工作人员 随后 两人便慢悠悠地 一起前往机场电梯 好像有点害羞 在等待司机到来的 这段时间 两人除了聊天外 马甸想伸手搂李纯 不过李纯也有点 闪躲 好像是有点害羞 随后便轻轻地 用肩膀碰了一下马甸 两人肩膀贴贴 撞撞很甜 随后马甸便将李纯一把抱住 就一直舍不得放手 甚至还将李纯整个人都抱起来 但是没过多久 李纯便拉着南方的手 来了一招反击 两人在机场嬉戏打闹的画面 看上去十分温馨 恋情被爆以后 两人也是毫不避讳的公开互动 马甸在社交媒体上大力宣传 李纯主演的电影《爱很美味》 并在微博上大方地表示 对李纯的喜爱之情 更是在微博上置顶了李纯的写真 并称赞她很美 李纯在评论区回复 要请马老师吃牛蛙火锅 而马甸也回复 吃吃大锅的 这波互动已经令网友们 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了 毕竟两人曾被派到亲密互动 但双方均未回应 好友王菊在评论区回复 可以带上我吗 会爱事吗 还配上了狗头表情 一副吃瓜的样子 似乎有增添一枚实粹 同年5月10日 有网友分享出上海偶遇 李纯马甸画面 曝光的画面中 李纯与马甸牵手悠闲地走在街头 两人都没有戴口罩墨镜 做过多遮掩 大发芳芳就像普通小情侣一般 全程都是手牵手 感情看起来超好 两人都身着 休闲装 李纯戴着鸭舌帽 上身是米色外套和白色T恤 下半身搭配粉色长裤 阿尔玛甸则穿着一件 花衬衫搭配黑色长裤 两个人的眼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相容 不得不说 女明星和民谣歌手的配置 还真是好刻啊 在私生活方面 李纯还是挺低调的 只有这两段花边绯闻传出 作为娱乐圈里科班出身的女演员 李纯主要的经历还是在演戏上 这几年更是演过不少深入人心的角色 不管是《庆余年》里的斯里里 《如意传》里面的《魏严婉》 还是现代剧《爱很美味》中的刘靖 演技都可圈可点 虽说都不是主演 但是演技让人印象深刻 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如意传》里面的《魏严婉》 《魏严婉》是整部《如意传》里最能出彩的一个反派 不动声色的就能借他人之手 将自己的仇恨嫉妒对象赶尽杀绝 曾先后在《花千古》《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先后饰演过反派的他说 演过《物严婉》之后一段时间内 决意不会再接下任何这样的角色了 因为已经用过权力了 达到了某种极致 仿佛一个必经的课程 《如意传》之后 这一刻算剑阅了 《如意传》播出之后 网上对反面角色的语言攻击是必不可少的 李纯的妈妈看了网上对评论 很是心疼女儿 劝女儿不要看网上的东西 自己却一边偷偷看一边流泪 李纯在《如意传》之后 拒绝了反面角色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家人吧 如今的李纯出演了很多 现代女性题材的作品 比如热播的《今天的她们》中的 顾曼婷等 从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李纯 是妩媚的、利落的、酷洒的、温柔的 种种风格 却都和她很合称 生活中的她安静时喜欢看看电影 也喜欢和好友一起走街探店 研究美食 获得率直又真诚 是个思维跳脱的水瓶座 如果你问她是一个怎样的水瓶座 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 李纯是不被定义的 李纯今年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李纯对于自己三十岁的态度 三十岁怎么就是个坎了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活法 我仍旧可以像个少女一样 蹦蹦跳跳的 不要用年龄来框定自己 谈起事业也是 关于演戏 她坦言 演员要想红 既靠实力 更靠运气 李纯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谁不想红 谁不想演女一呀 看多了人淡如菊的人设 突然感觉李纯这样 豪爽还满带进 这样看来 李纯似乎是个不好相处的人 加上她天生长着一张冷脸 总让人有距离感 但私底下的她 其实是温和慢热的 追求持续的安全感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她不太会营业 宁愿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慢热的性格 又有想红的野心 对于在一个 名利场里的旅演员来说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组合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李纯 却把这个组合的益处 发挥到了最大 因为慢热 她能成得下心 勤奋恋舞 雕琢演技 耗费大量的时间 去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 因为有野心 她又能保持向上的决心 愿意把这件事做到极致完美 所以美貌从来都不是李纯唯一的标签 自律且认真 能对自己恨得下心的女人 不管是怎样的风资 到哪都不会输 вор爭 黄 满